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关键的晋级战 面对家道中落和毕竟组上阔国的一级战队 两场几乎毫无招架之功的失利令人心力憔悴 B组全军覆没 A组V继成为了寄托希望的星星之火 首战欧击 三线烈士硬是搬了回来 随后2比1战胜液体 2比0战胜VP 两场硬仗确保了他们小组第一的晋级排名 进入淘汰赛 面对卷土重来的老对手叶体 B3的比赛再次被拖入了决胜局 BP阶段 套用一句老电影的台词 各村都有自己的高招 V继拿到了那家海妖 Liquid拿到了圣骑士与神牛 随着液体选择一望法师 推进思路逐渐清晰 而V继拿出孽主予以应对 最后一手 双方的大哥为博弈 V继在绊掉伐木机之后 选择了炼金术士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大块头 门场比赛的分路相当考究 原本液体最后一手拍拍熊 就是给炼金龙旗量身打造 管他中路是谁都让你逃不到便宜 但MC的古法往高地中间一站 透着一股子妖露 一分半 林金燕的一级盛起士 拖着石头人一家老小来到中路 古法衰老之后乱世横飞 炼金术士被砸了一连血 B control拿到FB 两分钟 那家抢服 遇见一人一怪根本不虚 但升起士 转瞬间生了个双胞胎 变成了一家四口人 像那家见识不妙 辗转万里 还是被中路包抄的古法收下 上路补刀被押 中路送了医血 危机 迫切希望在下路打开局面 三分钟 无疑越塔压人 却被神牛沟壑封住了回路 然而倒霉的马桶哥 一级麻痹药剂两次晕在了头上 酱油换大哥 叶眼帮扳回一城 五分钟 依靠正反捕 奠定了等级优势的换一场猫手 在上路单杀了龙骑士 但随后 几几哥过于自信 被对手完成复仇 国师无双利用镜像 躲过人马踩地板的操作 也是妙道豪颠 然而同一时间 下路熊战士却是一声不吭死给你看 这还不算完 更要命的是 刚刚复活的排排熊 打了鸡血一般 又是一轮死亡冲锋 马图板板莫名其妙 一波拙劣的操作 差点葬送掉液体的团队节奏 不能坐视下路失控 队嫌弃刚过 小牛圣骑亦不开悟 加上TP2来的帕格纳 乌银涅竹被全部带走 至此 雷奎的中路不放拍拍 放古法的战术安排 让我们看到了成效 一个高等级的熊战士 无非是抓人打盾 但高手过招 危机未必会给你那么多干渴的机会 而中单古法一二对点 爆发不俗 还有一手推塔的绝火 对于炼金体系的压制 作用显然更加明显 13分钟 猴子出了散尸 危机抱团推掉下路一塔 但古法在上路已经通关 等到危机进攻下路二塔 拍拍熊已经打掉了柔扇 装备了不朽 阵容使然 危机的节奏永远比对手慢了半拍 15分钟 炼金装备回药 龙骑身背引刀 聂竹也做出了笛子 而夜体这边 拍拍神牛双跳在手 双方都是跃跃欲试 夜眼高地前 神牛勾壳迟了一秒 让炼金开出必章与狂暴 随后的跳大效果也不理想 龙骑士 一晕一火 打掉了拍拍的不朽盾 眼看队友被堵在了小树林 像那家 人群之中唱响海耀之歌 掩护友军撤到塔下 但那熊战士却是不依不饶 苏醒之后 静止跳到了夜眼高地之上 刹那间 神龙白尾 马必要机 任烧平 哪家王 所有技能一股脑丢了过来 业主花笛为牢 还断了对面所有后援 开启大招的拍拍熊 被直接打死 马桶哥 你是谁 你在哪 你到底在干嘛 最后 雷贵的 依旧在地图上横行无击 危机 则是小心翼翼 打着防范 十七分半 天灰视野 窥探着炼金术士 一路行踪 在高地之前 开吾的熊战士 汉帝者 两只跳刀发动 不能买活的GA 饶食加速神伏在手 也终究没能走掉 将近一分钟 不能买活 而下路液体的千钧万麻 已经濒临城下 古法的消耗 蛮不讲理 猴子的幻象 也在不停制造麻烦 防御塔坡之后 熊战士 更是毫不客气的 站在了一眼高地之上 无疑走位 稍有失误 神牛沟贺 配合拍拍熊一套爆发 将其送回了泉水 龙骑士 心系队友安危 但向前一步 立刻成为了集合目标 索性 那家开大 断了对手的攻势 海耀的歌声里 复活的炼金 持缘现场 聂主古牢 困住三人 这边向古法 推推救命 猴子身形百变 赛场上的大哥 分头跑路 战队里的大哥 成为了替罪羊 圣骑士阵亡之后 长帽手引走了炼金 汉地者拖住了龙骑 冲下高地的聂主 那家 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飞机还没上天 连机长带乘客 全都被踢了下来 再次进入到 遗忘法师的销后节奏中 而缺少了聂主这个前排 等到龙骑士大招转好 下路两座兵营 也以灰飞烟灭 勉强留下个罪回祸首 但一路兵线上的烈士 已不可挽回 二十分钟被破路 连金装备虽然很好 可对面双核心发育 也不落下风 而第三集团中 排配熊的经济 也紧随龙骑孽主 二十四分半 龙骑士做出了黑黄杖 危机一波开悟 摸到了天灰远古野处 排配熊虽被先手 但神牛一道沟壑 让他极限开出了BKB 战场行事急转直下 圣骑士点死了龙骑士 排配熊A死了小那家 神远领主开启黑暗之门 一旁的巫衣高喊 是我 明明都是我 插眼也好 买雾也好 咒死猴子也好 你们怎么能 然而 芬内尔的这张旧船票 还是没能登上 老十一这艘客船 一波主动先手的团战 达成了三换一的结果 雷鬼的顺势再拿不朽盾 排配熊收获重生 二十八分钟 鸡蛋对手 带顿消耗的危机战队 再次主动出击 从危机之物中现身的Mind Control 被悬云前 推推棒将自己送到了相对安全的位置 一轮动手不成 危机战队并没有勉强 拉扯阵型 相互掩护 撤到了中路相对开阔的地区 也顺利熬到对面古法 猴子黑黄结束 但第二轮交手 就在危机的三大核心英雄 把全部精力都放到长毛手 与熊战士身上的时候 愣不防 汉帝神牛的跳大 打穿了后排 更加可怕的是 排排熊的天神下凡忍到了现在 海耀的歌声里 熊战士横冲直撞 肆无忌惮 业主匆忙发车 但树林祖阁没能带走炼金 仗义的龙骑士下了顺风车 却险些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随后结衣买活 但力亏的奇装满园 不朽还在 全体队员转战上路 和液体这里细节做的不好 没有真言保护 而危机同一区域 则是早早做下了各种事业 引刀龙骑 放心大胆突入重围 随后 液体沟通再次出现失误 看到队友被动手 熊战士张着重生盾跳入战场 而开启黑黄 准备与拍拍 大杀四方的猴子 却被陈传回了泉水 另外三兄弟都没有大招掉头就跑 马桶哥被卖的那叫一个彻底 两头性命都被夜眼刷了伤害 而Crokey这个走位 救人卫国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比赛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 炼金术使六个神装到手 可尽管GA领先了第二名猴子 近6000的存款 但总经济方面 危机全队却落后了8000之多 其他四个队友的惨状可想而知 36分钟 稳健的Liquid有条不稳 死后院里 奶酪不朽棒棒糖 全部收走再上高地 攻防战 危机战队 你丢一个眩晕 我扑一张渔网 他再扔个燃烧瓶 团战就这么打起来了 神牛沟河之后跳大切入 但阴差阳错 将大家吟唱允星锤刚好落下 被泰山压顶的汉迪者 刷新来不及用 就被炼金活活打死 随后双方五只黑黄杖一起开启 古法的无力在这一刻显现了出来 战场存在感 甚至不及对面一个五号位的无依 一番交手下来 猴子送出了不朽盾 拍拍熊吃下了奶酪 但无依的乒乓球 在两个聪明决定的头颅上 弹跳的格外顺畅 把特班们与Crokey就这么双速双飞了 汉迪神牛怒触允星锤 端子是人算不如天算 全场一体战队 最好的一次杀死比赛的机会 就这样在手边悄悄溜走 随后是紧张的对峙 弹炼机已装备大成 再加上危机强悍的AOE 无盾可打Liquid 想要继续敲好高地建筑 已经越来越困难 41分钟 自此又一战之力的危机 开悟投下高地 奇迹哥这波幻想操作 欺骗了自己 却没能骗到了龙奇 神牛勾壳分割了阵型 但拍拍熊 一头扎进了孽竹的古牢之中 半血长帽手反身再打 龙骑士第二手神龙白尾发动 对有其上将他打回了泉水 一战攻城 维系战队破二塔比高地 凹日利用龙形态最后时间 果断挑刀先手 神龙白尾 然后眩晕了一个远程兵 这就尴尬了呀 冲锋号都吹响了 你突击手来个人体瞄边 那叫一个泄气 怎么说了两句还脸红了 好吧好吧 拍拍熊有A仗 定住也未必杀得了 得到安慰的龙骑士 回身再打第二波 白肯臭吃下奶酪 保住了Milk的买活 夜眼方则是全人登机 安全到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危机已经拥有了和对面一较高下的实力 46分半 双方都不想放弃的四代肉扇 核道对峙 猴子的灵魂毛虽然输出可以忽略不计 但被幻象掏空了身子的孽主 还是异常难受 龙骑士开起引刀 中路突进 点燃了战中的导火索 可被叮嘱的拍拍熊 开起大招凌然不拒 反而是走完黑黄时间的龙骑士 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 要是高护甲 高回血 也抵不了神牛的反手刷新大 维系战队一时接济不上 刹那之间呈现出溃败之势 索性 向那家的海妖之歌及时唱响 为夜演坊重整阵型争取了机会 也为买活的龙骑士奔赴战场争取了时间 一波反扑带走了遗忘法师 另一边酱油乌衣的死活则没人关注 圣骑士赶来传送长矛手 让炼金的燃烧瓶有了投掷目标 纵使买活的古法虚无续命 但结一变态的天赋 让他丢出的第二枚手榴弹 还是炸死了老陈 猴子游了一圈 找到了后排的小那家 但杀人之后 自己半残的状态 神情百变还是被揪出了神情 阵亡之后 魏宝肉山 无奈选择了买活 49分钟 又是伺候院门前 这方寸之地 简直就是英雄中 过往今来 不知埋葬了多少陆林好汉 这次被动手的是夜眼三号位英雄 可那深渊灵柱 穷生意志真的是非常强烈 虽然瞬间被打到低头弯腰 手舞胸口 但他就这么蹒跚前行 一路匍匐到西藏 旅途之中 熬死了熊战士 拖垮了汉地者 回头再看 哪怕变成了光环怪 他毅然自信而骄傲地活着 一战之下 魏机彻底翻转了局势 掌握了比赛的主动 但他们还有最后一个夙缘未完 打肉山 51分半 龙骑士把三剑至宝 一股脑背在了身上 而液体的阵容 一旦停止了进攻 那就意味着灭亡 55分半 魏机战队抱团上高 从夜晚到黎明 最长的一日 最后的战役 龙骑士前排拆迁吸引火力 神牛一道沟壑 战斗大响 双方呼叫技能 长毛手百万猴子猴孙 前赴后继 而终于 扫出了所有幻象干扰 大兵龙 在一片平坦的高地之上 又成为了对面的输出对象 眼看队友体力不支 守卫一仗想那家高歌就场 龙骑士回复了大半血量 一曲昌霸 液体双核心开启BKB 一窝蜂冲了出来 几乎同一时间 液主发动引擎 但紧接着 在全场恶然的目光中 神人领主取消了还送 炼金龙骑 顶起黑黄 正面迎刚 56分22秒 空血龙骑不朽顿消 混乱的战局中 回复效果被瞬间打断 但阵亡之前 还是带上了神牛垫背 打出了脾气的夜夜军团 龙骑士立即买活 飞鞋再赴前线 面对冲下高地的穷战士 与长矛手 先后两次神龙摆尾 分别送走了对面 两大合金位英雄 猴子立即买活 但龙骑士 此时却已转好了大招冷却 一飞冲天 大兵龙的出现 与炼金 聂主 一起组成了最强悍的攻防体系 尽可泉水门口杀人 退可高地之上拆迁 最终 正面崩盘的Liquid战队 幻影长矛手 无望的进攻远古一击 成为了危机战队 获胜的背景版 也不是 最终 可可 这样 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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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繼續忙上下 你可以逃出 我都 creeping到 正是我的家 也会真是 不知的 也会真是 不知的 不知的 也会真是 不知的 不知的 诚然 他们没能在卡多维茨拿到最好的成绩 但却打出了本届Major最精彩的一场翻盘 第二天 决战场上 维基面对战斗民族 对线处理不当 却执念的一块打块 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隶属过往 农历七年前后 中国队的外战成绩 向来让人捏一把汗 然本次Major赛时 维基战队闯入总决赛 一路上连射OG VP与液体 连同年前 ESO1云顶战 牛逼最终夺冠 均向我们传达着一个积极的信号 提爱之后 笼罩着的阴霾正在渐渐散去 重拾信心的中国刀塔 已不再惧怕任何对手 只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爱过 我是问 中国战队的第一个Major冠军 还要等多久啊 利用平坦尼 聪图 根本尼 对 第二个人 每次 照顾 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